一座孤苏城半步江南诗 这里拥有粉墙带瓦石板路的灵秀风光 也有小桥流水帮人家的诗情画意 苏州可以拥有这样最江南的城市格局 从一幅约八百年前的首课地图上 我们或许能够在这儿 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7月6号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苏州市考察 寻至总书记的足迹走进平江路 一幅南诵苏州城市地图平江图颇微醒目 看着它仿佛能窥见宋朝苏州的繁华景象 平江图圆碑现藏于苏州碑客博物馆 平江二字取自苏州古称 北宋正和年间宋徽宗升苏州为平江府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原末名初 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地图 清晰且生动地展示着 约800年前苏州城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 从环绕城市的城墙和水路城门 到密支交通网络的街巷与河流 宅地园林 百姓集市 甚至一棵树都悦然悲伤 透过石碑上交织的线条 我们恍若可以穿越历史沉烟 静止走进宋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数百年前的苏州人 要制作一张如此细致的地图呢 这与一场战争相关 南宋建言三年 京兵南下攻破苏州 史书记载 无中仿式 西夷为平地 后经过近百年的不断修建 苏州终于恢复西日的繁荣 南宋少定二年 平江之府李寿鹏 下令刻实为继 将南宋平江城的全貌 定格在了一封巨碑上 如今从高空俯瞰 苏州古城布局与平江图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为何历经千载春秋 苏州城址始终未变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苏州杯客博物馆资料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陈寅为我们解答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得益于苏州的水路双棋盘的 这种城市设计 那么水道与地面道路 相互一存共生 形成网络 犹如将两张围棋棋盘 交错地叠在一起 合绕成转 成阴核心 那么这种水路的双棋盘结构呢 被平江图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为我们苏州城的保护 提供了非常扎实的石料支撑 人们提到苏州 往往以小桥流水人家来形容 说的正是这种水路并行 和街相邻的双棋盘城市格局 现在我们还能在平江图中 找到与现实的对应 比如鲍恩寺 辅学 丰桥寺 盘门等 一方平江图 贯穿着千年姑苏的前世今生 自古城最高点 北四塔眺望 唯美姑苏 正与富庶苏州双向奔赴 会成生生不息的城市脉动 好好伤伤 奔向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